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谊赴日本访问 展开友谊之旅 首战参拜东京妈祖庙 东京妈祖庙董事长詹德勋亲自接待 由于6月初台湾民众党主席 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赴日时 同样也参访妈祖庙 当时詹德勋接待时还喊了动算 动向引发外界关注 还没有人邀请我 邀请的话当然我们就不死辛劳 大家都一律平等这样子 我们开庙的人就是来着就是客 所以我们一律平等 大家都是朋友 我们都是一起为中华民国而努力 为台湾这块地奉献 尤其在日本经营发展 令人敬佩 稍后侯友谊出席日华议员肯谈会 举办的茶会 与日本国会议员和侨胞座谈 谈到全球化趋势多变 及两岸紧张关系 侯友谊表示会坚定守护台湾民主自由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应该会半年降低风险 台湾应该尽到让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我特别提到 我们应该要做到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日本安心 至于张华县议长谢点灵 退出国民党仪式 侯友谊表示尊重 但也遗憾 将会坚定自己的步伐 继续往前走 庄社记者杨明珠东京报导 度算 就来 上次 许多 pace 少许多 什么 你